因为他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啊 所以这三个月里面我就要做好所有 包括你要订 喜帖要挑款式嘛 喜饼啊 喜饼也是我弟跟我去的 所以人家都以为他是我的老公 你弟也蛮帅的 我也懒得解释了 反正喜饼有订到就好了 然后包括提亲 就是他爸妈跟我爸妈第一次见面 他也不在啊 因为在这三年当中 我跑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线路的新闻 三年后我去主跑国民党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那时候的党主席 是洪秀柱 洪主席 他去对岸见习近平习主席 那那时候我就出差 而刚好他也出差 然后我们两个又再次的 算是 你们跟国民党也很有缘耶 都因为党主席的关系不断地再结缘 从马主席到洪主席 真的 马主席到洪主席 所以后来我们婚礼上面就是 人家讲说一个炸弹下来国民党就灭党了 因为我们桌上有 我们在主桌上面全部都是国民党主席 天后宫那天我就 我先去海河那边采访 然后海河我看到 还有在那个小鳖 有小鳖 要不要放声啊 我就突发奇想 我就买了两只小鳖 想要为我们的爱情祈福 一只是我 一只是他这样 就一上厕所回来 我忽然看到 餐桌上有两只小鳖 在这种新的设计 我OK 我可以 我可以